大家好,歡迎收看選股王 銀子今早下跌了16點,今早上下跌了24,448點 半日成交金碼有598億 昨晚美股先跌後穩,科技股教誨,中學股繼續向上 港股這邊都類似,見到騰訊,騰訊有法力 昨天提過騰訊比較強勢,今早上升了1% 最高上升到465元,開始逐步逼迫歷史高位 另外港交所今早點過300元 300元真的是一個魔咒 之前幾次破了300元之後就見大頂 今次會不會呢? 我覺得機會不大,設局應該是支持他上了300元以上 另外見到市場都繼續炒落後 最落後是什麼呢?肯定是香港地產股 見到新地、新世界都分別升了1%和3% 今早就見到欺碼眼科大跌 主要原因是配股,集團先駕後身配了6800萬股 支漲大概6% 作價約5.8% 配售主要是用了發展醫院 其實如果你看到去年的業績 其實它的業務規模都不是很大 收入大概5.8億左右 固定資產都是1.6-1.7億左右 現在一下子配股就拿了3.8億 再加上去年年底還有2億多現金 很肯定它會有一個比較進取的擴張計劃 其實你看到去年開始 雖然股價不是很動作 但其實它的發展動作都比較多 先後就在上海昆明都收購了第三、第四間醫院 接著就開始在韋州將會設立今年第五間醫院 然後珠海、廣州都陸續有新的醫院落成 再加上深圳收購了一塊地 都會進一步擴展它的版圖 如果你看到去年 盈利基本上都是來自香港的 內地其實收入與香港不相伯仲 但仍然是虧說 主要是原因大陸仍然是投資期 如果大陸其實開始過了投資期 慢慢的盈利能力與香港差不多 其實它的盈利水平可以升很多倍 現在雖然說60多億市值其實是貴 但是我看到它折養這麼少 即是6%都可以有這麼好的反應 都可以看到其實它仍然有炒相的動力 我覺得可以在6元小處收集 看看中線它的發展如何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,拜拜